马上要过年了 年夜饭做什么想好没有 没有哦 我马上带个佛跳墙去崩 师姐佛跳墙的配方 走 师姐 快过年了 快过年了 辛苦你这一年跟我拍了这么多视频 你送一个佛跳墙 佛跳墙啊 我自己都会做啦 我就知道你会做 用这个来换你佛跳墙的配方 又想给粉丝鼓励是吧 对对对 今晚先吃佛煮的 对对对 然后明天我在市民这边 要教粉丝们怎么做年夜饭的一道晾菜 佛跳墙 赶紧我们去买食材好不好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熬高汤 但是熬高汤之前要把这个材料先飞一下水 师姐说的飞水就是焯水 对 冷水下锅 这个是大骨头 一斤 老鸡 半只鸡 鸡爪子 还有就是半斤的这个火腿啊 去腥三间套 搞里头 葱 姜 料酒 来 把葱姆披走之后就把它捞起来 哇 师姐这个 铁杀汤 焯完水捞起来之后用冷水洗干净 放到锅里 现在打点水熬高汤了 够了吗 好了够了 盖上盖子开最大火 然后开了之后转小火 熬三个小时以上 刚才已经熬了高汤 现在就要来介绍一下我们活跳墙的材料 哇 那这个就是鱼腹 这个是干的瑶柱 干的瑶柱 花椒 花椒 海参 海参 虾 南瓜 南瓜 鲍鱼 双胞菇 富足 香芋 这个花菇 这个是金豪 哇塞 这个吃下去会流鼻血吧 流鼻血就肯定不会 但是肯定是很补 很补啊 蒸南瓜 南瓜蒸10分钟 放到蒸菇里面去 对 起锅烧油炸香芋还有富足 那现在油温就到100度了 放下去 慢慢炸 好熟的样子 这个有水 我看到你 这个筷子好用 这个筷子够长 金黄色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 现在香芋炸到进去了 那现在就把这个富足放下去炸 反正可以捞了 捞起来 哇这边太快了吧 捞的慢了 它就有点糊了 这样才是正确的 嗯 它只要剪一下 或者切一下 我一改刀 斜着两边改 把它改成这样子 等一下煮出来就很好看 知道吧 现在我们来煎一下这个筋毫 放点油 就不粘锅 慢火煎一下 现在是金黄金黄的了 两面都煎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把材料 飞一下水 飞水的时候要放盐 放糖 放两勺盐 两勺盐 两勺糖 水开 倒下去 飞水 双包固也倒过来 焯水三四分钟 捞起 这个胡虾 够大 够大 变颜色就可以了 这个海参也是搓了一分钟就好了 花椒 这个的话因为泡花的时间不够 你可以飞个四五分钟 四五分钟 嗯 这个鱼腹 这个好了 马上捞起来 爆匀也是只要两分钟就好了 好 那搓水的工作就完成了 蒸了二十分钟了吗 好 好了 好了 拿出来 哇塞 用这个来 炒碎 炒碎 这样 这个汤 等一下就是金色的 对 这样就好看嘛 现在把它倒到过滤筛里面 过滤下去 哦呦 你看 这个南瓜泥 就很细腻了 那现在我们这金汤这里 就要放 原分五克啊 糖比例一样 也是五克啊 鸡精的话随便放一点 蚝油放三十克吧 生抽放三十克 花雕酒放个二十克啊 然后这个高糖现在放下去煮 先把花椒跟菇放下去 再来放上鹅掌 这个鹅掌刚才飞水的时候忘记说了啊 对 已经飞过水了 嗯 煮开 把那个鲍鱼也放过来 喂它十分钟啊 十分钟之后啊 现在可以把那个芋头放下来 芋头大概煮三分钟就可以了 把瑶醋放进去 虾还有就是那个鱼腹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了 喂个三分钟 然后把那个腹煮放进去了 把下面的又翻上来 爽吧 这个汤才是精华 哇这个很浓郁啊 火腿的味道啊 有虾有瑶醋 各种各样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哇 那摆好盘之后 最后淋上我们的汤汁 色香味俱全 马上过年了啊 年月饭吃什么 我们就搞佛跳墙 其实他忍不住了 我来一个 哇 尝吧 嗯 这个丁豪真的 太香了 嗯 还有这个花鸥 花鸟啊 太好吃了 你看 佛跳墙是不是很简单 学会了没有 年月饭我们就搞佛跳墙 祝大家红红火火 过年好